Hello,大家好,我是Matthew 相信大家都聽過NAS這件事 那為什麼我們好好的可以Hardisi直插電腦這麼簡單不用 是都要多買一部機去搞這麼大的動作呢?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到底NAS應該怎樣玩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簡單來說就是連接著網絡的儲存裝置 只要在同一個內聯網裡面,不同的用家都可以同時傳取NAS裡面的檔案 跟直接連接的儲存裝置不同 NAS裝置通常都會有自己的Filmware和不同的工具 可以同時兼顧管理和備份等等的用途 受惠於近年網絡傳輸的速度快了 NAS已經可以做到實時傳取 速度上已經跟SATA一般的Hardis很接近 所以NAS的用途已經不只是Backup這麼簡單 直接掛著NAS開VM或者剪片都大有人在 再者,現在的PC機箱很多時候都不太多讓你放Hardis機器 放到之餘,還要考慮你先的問題 你都不想把整部RGB信用機之後 有整個抽線在破壞觀感的嘛 而且今時今日大部份人的家都不只一個器材這麼少 NAS就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都用得到 可以說是比傳統的儲存裝置更加全面的方案 講到這裡,我自己都有一點點心潑浮 想把自己的Hardis放在NAS裡面 那到底應該怎樣選一隻適合你的NAS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硬件規格 以前的NAS用途只是儲存檔案 最簡單的ARM處理器都已經夠了 不過現在的NAS功能越來越多 需要效能更強的處理器才可以勝任到 即使是一些中加的NAS 就好像這隻QNAP的TS453D 就已經用到SERON的四核心處理器 效能已經直逼一些mini PC 更高的CPU運算能力可以令到NAS應付更加多的工作 例如VM或者檔案轉換等等 而且CPU內置的Build-in GPU已經支援4K解碼 配合自身的HDMI output 可以令到NAS同時兼任多媒體的串流播放器 如果你經常要傳出一些比較大的檔案 就可能要考慮到傳輸速度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SATA的介面傳輸速度是有限制的 但是就NAS來說 更大的樽頸位在於LAN port的速度那裡 可能大家經常聽到1000MB上網 但其實這個單位跟我們平常用的Mbps是不同的 所以要把它除掉8C才是我們平常用的Mbps 所以為什麼你會經常發現 明明我們有1000MB的寬頻 但下輸的時候快速都是只有百多MB呢 就是這個原因 而我們平常PC用的LAN port 都是Gigabit LAN 即是速度等於1000MBps 如果用它來傳輸資料的話 計算就會最高只有125MB 遠低於SATA界面的頻寬 或者Hard Disk本身的速度 所以近年就輕起 用速度更加快的LAN 由2.5GBLAN 到最近10GBLAN都有 新款的NAS 不少都已經有雙2.5GBLAN 不只可以發揮更高的傳輸速度 在同時運行多過一個服務的時候 也都不會搶頻寬 如果你經常需要傳取一些大型檔案的話 又好像要剪片 或者要用NAS去幫人安裝不同的軟件的話 就很需要一個快的LAN port 可能你會說NAS有2.5GBLAN 我發舊底版沒有 這件事你就不用擔心了 只需要一張PCIe 2.5GBLAN卡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乎再簡單一點 一張USBLAN卡都已經走到5GB的頻寬 如果你對速度上有一定要求的話 就要考慮一下升級上2.5GB的設備 剛才也說到不少人會用NAS做不同的工作 NAS就跟PC一樣 你不夠RAM的話 就不能同時進行太多工序 中高家的NAS很多時候都會有空間 讓你自行升級記憶體 令NAS同時可以運行更多的服務 而且也很方便 只需要拉開硬碟架 就可以看到記憶體插槽 用家還可以加SSD來做Cache 用來進一步提升讀取速度 例如QNAP的Q-Tier 就是基於SSD cache的進化版 你用一個系統 自己去分配資料 去不同的儲存媒介 令到用家可以同時享受到高速和大容量的優點 不同的Hard Disk廠商都會有出NAS專用的型號 就這樣看NAS專用的Hard Disk 可能跟普通的Hard Disk沒什麼分別 你可能會想 隨便買的Hard Disk插入NAS用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NAS專用的Hard Disk設計上 是針對NAS的運作模式而設的 例如全天候運作 更高的工作負載率 也有針對多杯NAS而設的RV sensor 即是旋轉震動感測器 可以有效地防止因為磁碟共振 而造成的讀取錯誤或者降速問題 最高可以支援24杯NAS同時運作 除了硬件規格之外 NAS專用的Hard Disk 比起普通的Hard Disk 有更加全面的售後支援服務 相信用得NAS的 用家都很重視資料的安全性 所以好像這隻Seagate Iron Roof Pro 提供了三年原廠資料的救援服務 用家就不需要擔心因為資料損壞 導致到遺失資料 而在香港買到的Seagate Iron Roof Pro 代理VST更加提供上門收送件的維修服務 用家坐在家裡就可以完成整個維修的流程 NAS Hard Disk有一系列針對NAS的設計 再加上不同的增值服務 所以買NAS專用的Hard Disk 絕對是值得投資的 通常用得NAS都會用多過一個Hard Disk 以RAID的形式運作 RAIDLINK簡單來說 就是將兩隻或以上的硬碟整合為一組 當資料寫入Hard Disk的時候 由於有多過一個讀寫頭的關係 資料寫入的速度相對上就會快些 不過RAIDLINK就沒有用錯的功能 當其中一隻硬碟故障的時候 整個array整個陣列裡面的Hard Disk資料就會全補 所以在安全性來說 算是相當無保障 通常用NAS都是追求安全為首要的目標 所以通常都不會組成RAIDLINK 而RAID1就剛剛說相反 硬碟會分成兩組 其中一組作為鏡像MIRROR Backup 即是資料會同時寫入兩隻不同的Hard Disk 其中一個用來做Backup的用途 所以如果有故障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只要替換了損壞的Hard Disk 就可以在另外一隻Hard Disk 還原一些資料 入門的2BANNAS玩家 通常都會選擇用RAID1的形式運作 去確保資料不會遺失 如果你想兩者都兼得 就需要用到三隻或者以上的硬碟 組成RAID5或者RAID6 部分偏配用作容錯用途 其餘就做資料儲存 就可以兼顧速度和安全性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 去選擇不同容量的Hard Disk 而網上都有不同的RAID Calculator 可以幫你選擇到你需要用多少槽的NAS 可能很多對NAS有興趣的朋友 都會擔心 我不會用 我不會setup 都有所卻步 但其實現在的NAS 除了在硬件上 廠方對自家的System 和Firmware都花了不少心思 雖然未去到即插即用 但setup的程序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用廠方的工具 就會自動幫你配對同一個內聯網的裝置 幾步就完成setup 過程更簡單的開Google account 至於組成RAID、磁碟區管理等等 都可以在NASOS的介面上完成 不用像普通Hard Disk 要進去巴喉市設置一大堆 而近年納索軟件這麼流行 所以NAS基本上 都會提供一個StepShot的功能 用家可以手動或者定時 又是一種自動記錄當前的磁碟區狀態 方便日後可以隨時復原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中了納索軟件的話 只需要直接在StepShot 還原未中病毒之前的狀態就可以了 用家更加可以將StepShot 去備份其他裝置 雙重保障你的資料 講到NASOS的用途 又怎會少得實際的測試呢 這次我們的測試用到 我們剛才提到的QNAP TS-453D 在行Celeron J4125的四核心CPU 主機方面是用舊的Z170底板 配上i76700K 因為底板太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行1GB 所以就特地加了一張 QNAP PCIe 2.5GB LAN 卡 所以應該兩邊都是行2.5GB的速度 再加上C級Iron Wolf Pro 4TB 組成一個RAID 1 持續讀取也有220MB以上 用CrystalDiskbar測試讀取也有290MB以上 算是在行理論上應該有的速度 實際搬資料都上到230多MB 在這個速度之下 直接在NAS那裡開VM或者剪片都不成問題 你現在看這條片 其實我們都是直接在NAS上面剪輯的了 好啦 講了這麼久都是時候要做個總結了 如果你有資料儲存需求的話 例如你是Content Creator 或者你剛剛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記錄下一些寶貴回憶的話 一隻NAS就絕對可以滿足到你資料儲存的需求 但如果你買好像QNAP這隻TS453D 支援2.5GB LAN的NAS的時候 記得留意你的Router 和電腦和LAN線 能否支援2.5GB的極速 好啦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是飛馬電腦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